而提到薪資 經濟部長鄧振中今天硬邀到文化大學演講 學生們最關心就是職場的薪水太低 鄧振中說台灣產業必須趕緊升級 才能夠提高競爭力 而身為經濟部長的他呢 每天有很多事讓他很煩惱 穿著一身西裝 經濟部長鄧振中現身文化大學教室 立刻化身講師還向學生們大吐苦水 我找我最好的朋友跑來問我 說人家現在問我要不要當經濟部長 我大概會跟他講說 我說你不要去弄 實在是太麻煩了 每天你要操心什麼事 第一個 怎麼樣做才能夠把我們的東西 做得越來越好 做得比別人好 不要被別人追上 做到最好以後呢 有這麼多好東西了 但是呢 還是要有人把它賣得出去啊 有人要把它介紹出去啊 我們跟各國的關係要好啊 第三個 電夠不夠用 不過最新產業界還有一件事也讓 經濟部長上痛腦筋 最近呢 相當這個難以處理的問題 就是 大陸啊 說他要來 台灣投資 IC設計 我們歡迎不歡迎 應該要歡迎 結果我們社會反應是排斥 鄧振中列舉擔任經濟部長 所擔憂的國家大事 不過台下學生最煩惱的還是 是職場薪水問題 就是有些老闆就是 動視員工的權利 他要盡量壓低薪水 他那種 就是盡量關於法律的動作 讓你沒辦法得到 你實際上該有的東西 我們台灣的產業的問題就是 東西都是大量製造 所以呢 價錢不能賣高 因此呢 你怎麼辦 只好在成本方面想辦法 成本 員工的薪水 絕對是一個成本 鄧振中點出 台灣產業必須趕緊升級 提高附加價值 才有競爭力 做鞋子是製造業 有沒有人說 做鞋子是服務業的 你將來到鞋公司去做事 你跟老闆講說 老闆 我們這個行業不是製造業 我們這個行業是服務業 是要讓人家的腳舒服 是要讓人家能夠走得遠 腳不痛 老闆聽你的話 這個公司本來一雙鞋賣3000塊 他將來把它當成服務業 一雙鞋可以賣1萬塊 演講結束後 鄧振中也被問到兩岸貨貿談判進度 鄧振中則說不排除總統大選過後 再啟動談判 緊急日報葉佳華台北報導 若保安 警告